天呐 这个妆画的太成熟又很好看 真的 而且真的好好看 hello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主要是想做一个 就是去一个艺术馆的小的vlog之后 我们等下见 因为实在是太干了 我们就不多说了 一会再说别的 拜拜 这个妆我真的是我想欣赏一下的 bye 本来以为会等开 但结果还挺快的 我现在已经到DTA了之后 我估计你们也听到我说啥 我们现在就要去到 那一个当趟的AGO的路上 大家等下见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在去AGO的路上 所以我们今天想挺赶的 之后我就有这个新的妆 非常的 觉得非常的好 对 完之后大家对他见 若若说一嘴前面可能有堆情 应该也是去参加那个艺术馆的 觉得很幸福 就是有一种黑色的情 也就觉得特别好看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现在是我们的一个form opening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DTA了 准备去那个AGO的路上 之后 呀我们今天主要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的展览 所以想去看看 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艺术家的一个 总算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等下见 拜拜 我想说这个跟之前不太一样 机会都是艺术的这个鞋 挺有意思的 我这个是这个牌子 然后往前走 左转就是了 然后他这边就会把他那些话都写在前面 之后我们直走右转就好 这个墙刚进来的话就这边是粉墙 之后你这么看一下这边是黄墙 特别好看 这样看起来的感觉特别的帅气 之后进入演员的就是首先是他的感谢 是谁谁资助了 这个之后就是整个展馆 大概的样子 这是第一个状态 首先是一个介绍这个作者生平的一个介绍 这个作者的生平我们能看来是很早之前就开始 雪花花了 这个说明什么就是艺术细菌一定要从小培养 我说想说艺术家这东西很难讲 但是当你是艺术家的时候呢就是很多东西 他就叫艺术 他就不叫生物 他就叫艺术了 这边还有两块钱印花做的 整面墙都是对 那个口口可乐的牌子我觉得弄得非常的好 我对不起大家这个不是口口可乐 是那个就是beef noodle的 应该感觉是自己画出来 但是你能感觉这完全的对称 就是那种对称美特别厉害 就这边显得是他这个画是一个个画出来的 所以就是学艺术的这种说这个看去了 就是有的颜色深浅不太一样 但是想跟这个走一下 后来发现这个数字里没有漆 漆去哪里了 的话是他根据他自己曾经做手术的经理 完之后画了一幅画 叫before and after 就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感觉 他觉得好帅呀 对 这边有一些他经历的讲解就是讲他最开始就是画这些东西的时候用的材料 可能都不是最好的材料 他代表了那一辈就是说working class是怎么在一个新的地方生活的 我觉得就是讲的非常好 虽然这个艺术家可能是最开始可能也是就是怎么说苦日子过来的 完之后不容易不容易 我就想说这个作者长得好帅呀 这个作者说他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各种强烈色彩的一个作者 所以我们可以看他的一些照片 你看看就是非常的色彩 非常的鲜艳 这边的这个画在canvas的画也是就非常的色彩鲜艳明了 他这边还建了一那种学习的stadio的教室 就是去跟别人家合同去画 完之后这是这边的一个主单 就是色彩非常的明快 能看到这个作者 这个漂流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画来的 就他给你这种静开和动态的美感 估计底下在吹气 你就把他们飞上来那种感觉 还挺帅气的 他的这个具体的介绍 他这边有一面墙竟然全部都是牛 可能因为今年牛年吧 我突然发现艺术家实际上都愿意自己跟自己对画 由此可见对画是一个很重要的状态 他这边竟然非常真实的 我竟然看到了毛爷爷 真的是他整个画 就是有跟Poliko扯关系的一些画作 这个应该是他 这个应该是他的那个玛丽联盟录的画 我觉得挺好看的 牛才的人名叫牛才 就是他把电影这个位置就弄成了一种艺术品 之后就是有不同颜色的这种电影的椅子也是画在刊位上的 我的天哪就是 有才的人真的好有才不同颜色 文之后 对 除此之外这个作者也特别在意就是这个gender identity这个方面 反正他就画了很多黑人的画 就有画很多就是色彩鲜艳的画来表示他的一个想法 就你在读完这段画之后突然对这个作者有点奇異 respect 对 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他在看你 他在讲他躯干的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弄 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花 就是这个躯干的感觉 我这边还有一些来在采访 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采访的一些文字 这边又有一些就是我可能完全 没法理解但是很好看的这种艺术品 这个东西可能真的不是一边的我看得懂的 就是有这个东西之后还有这个东西才能组成了这个东西 之后这个作者还非常into各种video 所以就他能把一个完全可能给人想象不到的东西 变成了一座画之后就出名了 这个叫做汤银叶就是这幅画的名字很天气 之后这个越来越出面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采访来 就是interview的一些照片 你看他的作品是非常大胆的用颜色的 这个把自由女神真是弄得很好看的 那后来还把就是照相用那个 sowing machine把它给就是缝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这种不同的感觉 说实在我都不觉得这个能播出去 但是就是可能艺术的一个状态就是把一个 大家不会想到的东西变成了艺术品 就把男生该拍的地方拍的真的不错 给个特写镜头 我估计他挺喜欢男生那没有女孩子哈 这个是他给自己招的 我觉得跟那个地方显示的还是非常相似的 对出名的时候他把驾照盆就是驾照盆针在了一起 那也是艺术 艺术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现在突然发现 最后一个part的话 是他给一些明星的celebrity的一些画作 这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好吧这个人我不太认识但是他也是一个摄影师 之后前面这个是刚才说那个芭蕾舞演员 来给一些歌手画过画我们往后看一下 就也是我刚才说那个感觉 非常的大胆 颜色色调什么的非常大胆 说实话虽然我不认识他 但这个人真的好像tayler swift 我突然觉得tayler有可能有姐姐 那这边专门给手枪做了个特写 我家画了很多就是自我画像似的感觉都不错 那看到就是他最后几年的时候画了几幅画 就首先这边就是跟军队迷彩更有一定的了解 就他这个配色真的是绝的 出门之后还有一些比较著名画作这些纪念品 可以参观一下 这个画家最重要的一幅作品上就是这个花 他把这个花画的真的是挺好看 这边有一个香蕉是他的这个经典作 但是可能因为这个博物馆不没有 但是香蕉是他的一个对经典作 我刚才一直没看出来这个是啥 后来我反正这幅画需要怎么看呢 请你现在把手机倒过来 这个是屁股这个是头背 我们刚才大概就是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把整个这个地方都逛完了 那我总体说一下我觉得这个画家就是用色非常的大大 其次就是他能想到一些就是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把它拍成了一个就是把它不管是拍成了摄影 还是把它画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些其他作家没法 所以其他画家没法比拟的东西 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整体感受都不错 之后推荐大家来看一看 这边有一个就是一个五环形状的一个小的这种展示馆 当中有人在唱歌 就从这一个馆长走去感到特别的帅 打打电擞 打打电操 打打电擞 打是小的 打打 打打نا 打 hill 打打� Bak 我们这边进口都是差不多的 就这边去拿你那个票去贴K一扫就可以了 完之后就是这个是我们看的那个展览 完之后呀这个还是标志性的建筑物 大家我们就下期再见 李欣拜拜 这段特别搞笑 就是他在他俩中间正好看到了 好我想给大家update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小事 就刚才的时候我在坐地铁嘛 完之后一个黑人大哥问了我一句话 就是have a pen 我当时就很惊讶 我就说啊比吗 我说有可能他可能是我真是觉得说 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我刚才在看书 所以说就想问我有没有比 他可以写字啥的 然后我就说啊 我说我没有带比 我说只带了书 然后就说啊就没事 然后等我快要下车的时候呢 这大哥又问了一句 可能have a number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啊 我说我说谢谢 我说谢谢这个Jackson 但是我说就还是不要了 但是就觉得特别开心 完之后就想说一个就是 这个是有两件事啊 第一件事想说就是 这个妆容就整个的这个设计 都是快递给我解 所以这边觉得 就是女孩子还是要认识女孩子 之后第二点的话我想说就是 就是女孩子真的要花时间去打扮自己 这点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对自己好的时候 往往就会有一个good的feedback出现 女孩子要爱自己多一点 好 那我们这一期的 vlog就到这边结束 之后 大家下回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